他当年被封台湾第一千金,曾包养明星男友却遇人不输。为富豪生女后引退的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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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他吗?他是台湾第一千金,也有人叫他台湾第一宁元,但家世显赫的他很美却坚决不靠家族背景,很美却可以不用靠脸。 出生于日本东京的观影是日成集团的千金,作为大户人家的长女,家里从小就把他培养成淑女,钢琴,芭蕾是他精通的,然后生性好动的他也跟着爸爸学起马打猎和潜水,还自己跑去学台拳道和非洲舞,开朗,豁达的男孩子气息, 在他身上却也没少过。 图自由时报 作为千金名人,他在演艺圈闯荡却坚决不靠家族背景,他的经纪人提醒媒体,绝对不要拿他出身豪门的背景来作为采访的话题,那样他会生气。 即便从小生长在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中,观影却有主见,有想法,坚持靠自己,靠着精湛演技,他赢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,电影,戏剧一部接着一部演,甚至曾被封为国片一子。 观影的情史也很精彩,曾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他,经历过蒋游柏、黄志伟、颜承旭等特别的男友。 Sponsored ads Sponsored ads 尤其和男星黄志伟那段轰轰烈烈烈的感情,更是为人所知。 观影身为富家千金,却和穷演员黄志伟交往,两人穷小资追富家女的偶像剧戏码,一眼就是四年,四年来不断传出观影包养穷男友的消息,观影总是闪避这个话题,他也从没否认有金援对方,只是笑笑说,这种东西很容易被套用, 因为我是千金小姐她是穷小子,因为我也没有白纸黑字可以证明,这样讲的我们好像没有真感情,好惨哦,好惨哦,那我这四年恋爱是,这些说法对她很不公平。 而这段四年的恋情结束后,也让她得到最痛的教训,她落寞地表示,我学到的就是,以后不要再公开恋情。 2013年,观影嫁给CEO老公后变为爱旦出演一圈,后来,她生下女儿朱古丽,荧光幕上以前少看见她的身影,只有偶尔出现在社群软体上,她的婚后生活十分幸福。 图东森新闻云,观影的女儿如今满一岁,日前她又传出怀上第二胎的好消息。 观影贴出一家三口到夏威夷度假的照片,照片中,CEO老公摸着她的运度,另一边则是女儿骑脚踏车,且还多放了一个蓝色空着的脚踏车,似乎在暗示这胎是男生,粉丝们都十分惊喜。 当年爱得轰轰烈烈,靠自己的演技在演艺圈闯到的她生个人妻,妈咪后,过得十分幸福,如今四十岁的她欣慰表示,人到一个年纪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和什么样的另一半,会找到一个心灵伴侣,彼此有信任。 没想到当年的第一千金如今也四十岁了,生个人妻和妈咪后真的又有另一种美。快分享出去,让大家看看现在的观影吧。 参考来源